无论什么样的境界 瞬间拟尽 善严或运 都要能忍受 坚持 不退 才能维系主 感恩一切护持 协助的这些大德菩萨 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 乘出运输 这个运 得来也是不容易 啊 早年 张家大师告诉我 这一切全是佛菩萨的价值 佛菩萨定安排 我们听老师这些话 心就安定了 不怕了 有佛菩萨做主 我们自己只要心正 我们自己只要心正 那 那么在这个时代 今天这个时代 我说 艰难 比过去增加了 我说 不知十倍 不知十倍 啊 六十年前 固然有挫折 没有今天这么严重 啊 但是 还有可于是 社同的地方 今天没有了 就是不相信 真的不相信 啊 啊 身影弦 这些影响力 越来越不好 我们怎么办 我们怎么办 啊 坚定做主好榜样 给人看 做主好榜样 自己要治苦啊 啊 古清法师就是个例子 你们看到了 你们看到了 不吃苦行吗 啊 凭什么 印得 大家对他散叹 对他的经验 真吃苦 真如法 吃苦不如法 白吃了 那就佛经上讲 这些人 无意的苦行 佛不主张 这是什么 要待众生苦 不这样做 大家不相信 啊 做出来了 他才相信 啊 他才会有分 啊 他才会有分 你不相信 是个人 这些人 都没有了 得到